某腾杯台湾超级篮球挑战赛 预赛最后一战 要看中华白小老弟交手台湾银行 前一天惨败30分的白队 此战面对7人轮替的台银 开局就展现赢球决心 陈又伟能切能投 擦板抛投加上外线重拳 搭配混血常人谭杰龙也在外线开火 白队迅速建立起领先优势 好在前7分钟只有一个feel goal的台银 在简家伟上场之后 进攻端有了起色 一口气回进两颗三分蛋 把比数拉近 首截打完只以13比17 稍稍落后 来到第二截 红色兵团换林志伟挺身而出 单截feel goal六投四中 赌得10分 全场22分八篮板表现相当出色 但白队发挥团队战力 第二截总计六位球员有分数进账 让他们半场打完 仍旧保有35比32的些微优势 殊不知来到第三截 白队进攻当机的老毛病有犯了 团队feel goal20投6中的低效率 让老大哥逮到机会 简家伟又是外线首起刀落 单截三颗三分球进账 此战他斩获全场最高的26分 有9分集中在这一截 帮助台赢三截打完 以55比51成功超车 而这5分差以内的胶着战况 是一路延烧到了比赛独秒阶段 手握两分领先的台赢 原本可以好好拖一下时间 没想到面对陈玉瑞的盯防 李维哲却是出手推了一下自家学弟 被裁判抓了一次要命的进攻犯规 随后中华白也没有错过这个逆准的大好机会 这次战术设定 找到空手跑位的朱云豪 外线catch and shoot 空行破网 75比74 白队要回领先 加上随后台赢最后一波进攻没进 犯规战术奉送罚球 中场白队就是以76比74 惊险击败台赢 即将在明天跟玉龙争夺季军 外局新闻松和报导